欢迎来到我们的外交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梁俊 今天我们首先关注美国前总统克朗普 如果再次当选 东南亚可能会被冷落 甚至面临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这一消息来自悉尼的洛伊研究所的最新报告 预测东南亚国家将成为特朗普政策的低优先级对象 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加拿大金融界的一场法律风波 加拿大皇家银行的前首席财务官向银行提起诉讼 索赔金额高达5000万美元 这一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 成为近期商业和投资新闻的热门话题 最后我们聚焦加沙地带 那里自以色列与哈马斯战争爆发以来 死亡人数已经超过4万人 由于目的不堪重负 许多遇难者被迫埋葬在后院 楼梯下甚至街道棚 这场持续十个月的冲突 给当地带来了巨大的悲剧和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南华早报报道指出 如果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 东南亚国家可能会成为低优先级 甚至可能面临来自华盛顿的贸易保护主义 根据罗威研究所的报告 特朗普可能没有时间关注这个地区 而越南等国家在美中贸易战中受益于技术供应链的转移 可能会担心被新的关税针对 罗威研究所的东南亚项目主任苏珊娜·帕顿表示 东南亚将不会成为特朗普连任后的重点 这可能允许美国国会、国务院和美国印太司令部等其他部分推动美国的参与 报告还指出 特朗普对该地区的冷漠反应在他承诺结束拜登政府的印太经济框架 IP-EF-Han-Ga 该框架曾被视为美国经济转向亚洲的复兴 帕顿补充说 对于经济和贸易 东南亚的最高优先事项 该地区对特朗普的期望会很低 作为2018年美中贸易战的发起者 特朗普可能会增加对越南等国家的保护主义 这些国家的对美贸易顺差稳步增长 《环球邮报》本周的商业和投资新闻测验涵涵盖了一系列重大交易 包括 This Committing Power Engineers Pringles 数十亿美元收购 以及Tour Millennial的大手笔购买 测验问题还涉及Royal Bank of Canada 被前首席常务官起诉近5000万美元 Skatekvani 28亿美元 收购美国地区银行股份 加拿大的临时外籍工人计划被联合国报告批评为当代努力制的温床 因为加拿大企业利用该计划雇用低薪移民工人 以避免提高工资吸引本地工人 测验还提到德州起诉通用汽车 指控其侵犯驾驶员隐私 并且美联储可能在9月降息 因为美国7月的年同比通胀率降至三年来的最低水平 《悉尼乘风报》报道 加沙地区的死亡人数已超过40零人 尸体被埋在庭院街道和层层叠叠的墓地中 Direl Ballard的墓地里 志愿者能从日出开始挖掘新墓或重新开发旧墓 由于以色列哈马斯战争的持续 许多家庭在逃避攻击时不得不随地安葬死者 包括在后院、停车场、楼梯下和路边 以色列军队挖掘、离地和轰炸的超过20个墓地 并将许多尸体运回以色列寻找人质 卫生官员和民房工作者表示 实际死亡人数可能更多 扎杀的墓地下的尸体 扎杀的墓地已经不堪重负 许多尸体无法进行传统的伊斯兰藏仪式 目击者描述了在战争中失去亲人的痛苦 并希望战后能重新安葬他们 日本时报 日本、美国和韩国正在考虑在今年年底前 举行三边峰会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对东亚和大洋洲高级主任米拉拉普湖泊周四 在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的一次演讲中表示 这三个国家将继续努力建立长期战略伙伴关系 包括在今年年底前再次举行三国领导人峰会 去年八月在戴维营的会议上 日本、美国和韩国的领导人同意 每年至少举行一次会议 新年这三个国家试图在七月的北约峰会期间举行三边会议 但未能实现 美颜社国际社会正加紧外交努力 以防止加沙的战争蔓延成更广泛的地区冲突 英国和法国外长周五联合反卫以色列 同时在卡塔尔的国际调停停火谈判 预计进入第二天 加沙的巴勒斯坦死亡人数已超过四万 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可能会因顶级武装力 封印尔的领导人的被杀而对以色列进行报复 这引发了人们对局势失控的担忧 英国外交大臣大卫拉米表示 中东正处于危险时刻 任何伊朗的攻击都将对该地区产生毁灭性后果 外交官们希望停火协议能够说服伊朗和真主党暂缓报复行动 外交官泰国前总理他信西纳瓦的女儿贝通塔 西纳瓦被选为泰国新总理 他在今天的议会头条中获得了三百一十九名众议院议员的支持 成为泰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理 贝通塔将接替因道德违规被宪法发愿罢免的前总理斯雷塔 塔维辛 他的任命进一步凸显了西纳瓦家族在泰国政治中的主导地位 贝通塔在二零二一年进入政界 领导了二零二三年五月大选前的竞选活动 并在十月被选为泰党的主席 他的上任标志着泰国政治的动荡时期 尤其是在斯雷塔被罢免和前进党被解散之后 外交家杂志指出 半导体也被称为芯片 是使电子设备能够处理和存储数据的微小技术奇迹 随着芯片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物联网等关键技术中的重要性予以增加 它们已经成为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工业商品之一 如今国家之间为控制和生产芯片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这种新的地缘政治斗争威胁着全球供应链 印尼经济事务协调部长爱尔朗加哈塔托在今年五月表示 印尼正在采取措施建立自己的半导体生态系统 这是印尼2045年黄金愿景的一部分 然而全球芯片供应链有几个关键国家主导 印尼要想在这高度竞争的领域中占据一席之地 需要巨大的投资和吸引大量的外国投资 尽管面临挑战 印尼在原材料方面拥有独特的优势 例如丰富的硅沙储量和全球第三的稀产量 这些都可能成为印尼在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节点 美联社报道 联合国官员警告称 也门的敌对各方正在进行军事准备 并威胁重新开战 而该国的饥饿和互乱情况正在恶化 联合国特使汉斯格伦德伯格在案例会表示 尽管有努力保护也门 但该国已经被卷入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的战争中 胡塞武装继续在红海袭击船只 美国和英国则对胡塞控制区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 自2014年以来也没陷入内战 胡塞武装控制了也门北部的大部分地区 迫使国际公认的政府逃离首都萨纳 尽管自2022年六个月的停火以来战斗大幅减少 但格伦德伯格对过去几个月的事态发展深感担忧 呼吁胡塞武装立即释放所有被拘留者 联合国人道主义办公室的财务主管丽莎多特登表示 资金短缺正在削弱应对也门关键需求的努力 货乱病例和粮食不安全状况正在恶化 迫使许多家庭将女儿早婚以减轻负担 多伦多新报报的南苏丹的伊丽莎白尼亚乔在16岁时目睹 邻居在分娩时因出血而死亡 发誓要成为助产士 要成为助产士 以拯救他人免于同样的命运 如今36岁的他在无国界医生组织运营的本体乌医院工作 经历了内战饥饿和流离失所的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南苏丹拥有约3000名助产士 但这个数字不足以服务1100万人口 伊亚乔的成长历程充满艰辛 他从小面临家庭的压力 认为女孩不应该上学 但他最终说服了父亲让他学习 尽管经历了战争和流离失所 他仍然坚持完成了助产士课程 南苏丹的卫生系统依赖援助组织和国际社会的支持 许多地区的医疗设施仍然缺乏足够的设备和人员 尼亚乔希望通过教育下一代女孩 让她们能够成为医生 护士和助产士 从而帮助整个社区 在你脚下的土壤中隐藏着一场秘密的狂欢 健康的土壤会发出一种人类耳朵无法听到的声音 但这些声音确实存在 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的生态学家 最近对这种借向进行了研究 并特别录制了土壤中发出的扁击声和气泡声 这些声音的复杂性与土壤中无脊椎动物的存在有关 如蜘蛛 蚯蚓 甲蚯和蚂蚁表明土壤的健康状况 这些发现详细记录在8月16日发表的应有生态学杂志上 研究团队在南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山的Mount Bo地区 进行了维期五天的声学监测 使用地下声音采样设备和声衰检视 记录了土壤无脊椎动物的社区 并手动计数了它们 这项研究旨在通过记录这些生物发出的声音 调查隐藏在地下的生态系统 研究结果显示在种植和剩余植被地块中的声学复杂线和多样性显著高于被清除的地块 在柬埔寨政治权力的传承已经演变成一种家族企业 前总理洪森的儿子洪马内特在2023年8月接任总理一职 但洪森仍然保持着对权力的控制并担任参议院主席 洪森的其他子女也逐渐在政府中担任重要职位 形成了一种准世袭的政治体系 然而柬埔寨的腐败和裙带关系问题依然严重 政府的机构几乎完全被庇护和非政治网络所侵蚀 尽管洪马内特上任后没有采取显著的政治举措 但他面临着经济困境和社会不满的压力 柬埔寨的私人债务在过去十年中急剧上升 政府依赖国际投资者 尤其是中国房地产投机者以维持经济 而这种依赖也导致了系统性的人权侵犯和政治镇压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在卡哈尔首都多哈谈判代表门再次会灭 试图达成加沙停火协议 加沙卫生官员报告称 经过十多个月的战斗死亡人数已超过40人 美国国家安全发言人约翰·科比表示 这一谈判是建设性的 并强调必须克服剩余障障碍 尽快结束这一过程 以色列继续对加沙进行攻击 而哈马斯则表示 以色列的持续行动是停火谈判的障碍 哈马斯希望 谈判能实现全面停火 以色列军队撤离 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 返回家园 以及人质交换协议 美国和卡哈尔的高级官员也参与了这一谈判 试图通过达成停火协议 来防止更大范围的地区战争 与此红时以色列和哈马斯互相指责对方未能达成协议 但双方都没有排除达成协议的可能性 美联社报道 南苏丹具争议的安全立法已自动成为法律 尽管总统萨尔瓦基尔未签署 该法案允许无证逮捕 引发人权无证逮捕 引发人权活动家和一些国家的批评 九位西方特使 奥阔美国和英国代表曾在七月表示 南苏丹人民应有权在没有安全人员任意逮捕或恐吓的情况下 自由参与政治和公民表达 南苏丹计划于12月22日举行首次选举 这是在2018年签署和平协议后成立的过渡政府加进行的 然而新法律在政府与未参与2018年和平协议的反对派之间的谈判中成为绊脚石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席雅思敏将赋予安全机构更多任意拘留和强迫失踪的权力 当地人权组织和平倡导中心的执行董事特尔瓦尼昂加特维奇 誓言在法题上挑战这项法律 称其对国家构成直接威胁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上月表示 南苏丹的过渡政府应紧急采取行动 创造一个人民可以公开表达意见而不受恐惧的环境 美联社报道联合国安理会周四一致投票授权非洲联盟在索马里 维持和平行动至年底 同时呼吁制定继任任务计划 这是该国接管自身安全的重要一步 英国发起的决议授权非盟继续部署多达十二 六百二十六名制服人员包括一四十名警察 直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决议还要求联合国索马里政治任务继续为非洲维和人员提供后勤支持 英国副大使詹姆斯卡里乌基表示 这场决议在索马里安全过渡的关键时刻通过 HMIS要在年底前缩减 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以支持成立继任任务 安理会欢迎非盟理事会八月一日的公报 提议由非盟领导的和平支援行动取代HMIS行动 决议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亚古特雷斯和非盟委员会主席 在与索马里和主席在与索马里和主要国际各方协商后 最时于11月15日向安理会报告继任任务的设计 索马里大使阿布卡尔奥斯曼欢迎决议的通过 并感谢成员们继续致力于帮助击败青年党实现可持续和平 他表示索马里正在进行高强度的进攻行动 同时致力于建设有能力包容和负责任的安全部队 南华早报报道随着全球冲突不断中国作为调节者的角色寓意突出 其经济影响力和外交联系帮助促进对话 上个月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在广州会见了中国外长王毅 王毅重申中国致力于推动俄乌战争的政治解决 这一立场得到了库列巴的积极响应 中国的显著影响力主要源于其与冲突各方的经济联系 王毅强调中国是乌克兰最大的贸易伙伴 据中国海关数据显示去年双边贸易额为68.1亿美元 库列巴也承认双边关系的重要性 称两国不仅是战略伙伴 也是重要的经济和贸易伙伴 随着乌克兰冲突的持续 基辅似乎越来越看到北京的影响力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的专业知识 可能在乌克兰战后重建中发挥重要作用 同时中国作为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 去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2401亿美元 进一步巩固了其作为潜在中立调节者的独特角色 这种与两国的经济相互依赖 是中国拥有其他国家难以匹敌的杠板作用 通过创造跨越长期分歧的对话平台 北京提供了一种新颖的和平谈判方法 谢谢您的收看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至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 Star Brief 康民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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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